我你快乐不久 足够了 这么多人 去哪里找 季承轩 算了 先自拍一个吧 这不就是 机场轩吗 有我帮你拍吗 不用了 该减肥了 算了 还是任务要紧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季先生吧 你是 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不如跳支舞吧 好 当天你的名字感觉很熟悉 你跟九州集团太多喝了老叶子 是什么关系 你说我爷爷 爷爷 没听说过他有个这么漂亮的孙女 我是6岁的时候在游乐场走丢的 有什么问题吗 可我怎么听说 是被偷走 季先生 你怎么总是说些有的没的 聊聊现在不好吗 你在有一阶级 如果你把这条铃带送给我 如果你把这条铃带送给我 就慢慢告诉你 你刚说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赫山月 对于赫世大小姐来讲 也还不够气质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伪装成别人呢 因为紫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赫山月 你不是赫山月 回去再练练吧 而且漏洞百出 失礼 嗯 啊 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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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我接了一个世系的活 只要能拿到你的领带 我就能拿到一万块钱 你能不能帮帮忙 把领带给我 这样的我拿了钱 我可以分你两千 我分你一半 季先生 这钱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帮帮我 这跟我有关系吗 以后工作的时候麻烦你认真点 别再自拍 你不是赫山月 为什么要伪装成别人呢 因为紫卑吗 对 我确实不是赫山月 我只是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一个为了一万块钱 使劲浑身卸熟的假千金 夏天 给你五百万 你看我这子 阿姨 你知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了 五百万 连三环内的房子都买不到 好看 夏天 医药费你今天必须要交了啊 不能再偷了 哦 我刚结一个大伙 我这两天一定叫 你别骗我啊 夏天 医院的消毒水不好闻 我住不习惯 咱回家吧 您就踏踏实实住着 听医生的话 贵不贵啊 不贵 我能赚钱 周先生 这个房子呢 比牙已经到期了 下个月再交不上这那金 我们就要进入房贩程序了 好不好 哎 慢走啊定理啊 搜破你干嘛 你把我外婆的房子抵押了 怎么了 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我这不是想办法给外婆治病吗 你疯了吧 你把钱给我吐出来 外婆治病需要钱 赎回老宅需要钱 眼看到手的实习费又飞了 下小子 恭喜你 勉强透过密室 这是之前说好的十七分 关于更详细的人物小传 我助理检查和教 你刚刚是故意的 你现在需要做的是 尽快熟悉关于何山业的一切 他的家庭贵极 心为君 口味小 知道 散烂了 过了今晚 你将会变成赫氏集团的第一戏机上人 赫山渊 一个集办前宠爱的豪门大前进 你的回归注定 依然许多人的关注和猜忌 但只要你扮演好这个角色 剩下的 我都会放纵 各位 今天在这里宴请大家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向大家宣布 我赫州的亲孙女 赫山岳 又回到我身边了 不知不觉看向你 眼瞳装满了分心 只有我与人倒影 水妇 温柳 渗轻 温柔海风 冷清吻你 酸眼让我冰柱了 呼吸 我的心 那样 图定 这爱意沉默地 绕着横行轨迹 隐藏在呼吸里涌出眼睛 听沉寂的心为你苏醒 差一点错过 怎么样 金先生 望远躲不掉窒息 扮演个妇家前车还不简单 今后在你身边晚安好梦 我只爱的你 请允许我 明晚安 夏天 麻烦你专业一点 不是在帮你抢镜头好吗 这么想转面就虚了 放心吧 你不接我我也站住 承轩真是幸亏有你 要不然我就出洋相了呢 爷爷 在座的诸位 大家也都知道 我最近的这身体情况 没想到 在这最后的时刻 还能找回我这宝贝孙女 珊珊 爷爷把事等不了多久了 你们的婚事还是提上日程吧 婚事 承轩是我看着长大的 人品能力 我都很欣赏 我呀 就把你托付给他了 啊 你们的婚约 小的时候就定下了 你忘了 爷爷 他是太亲眼 呵呵呵 好好好 我已经选好了黄道吉日 下个月 还在这里 为他们举办定婚仪式 你不觉得你应该解释些什么吗 有什么好解释 说好青梅竹马 现在为什么要订婚啊 跟我结婚 你亏了吗 你说别靠这种镜 还有我警告你 别有下急 真的很吓头 夏天 是什么呀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 认错人呀 放心吧 看在我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 我绝对会帮你保密 只不过你现在是千金大小姐了 给老公点零花钱不过分吧 什么老公我姐 装什么呢 咱俩都睡过八百遍了 老婆 谁跟你睡过 你看看你 一说你你就激动 一激动你就露血了 还亏你是个演员呢 我告诉你啊 别往我身上泼脏水 什么脏水 你应该不知道有个东西 叫做AI合成吗 你要干什么 进管司 我这多的是 这些照片 值100万吧 总管你知不知道你在犯罪 我现在就可以报警 报啊 如果你不建议在警察来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你 的照片 你知道的 独乐乐 独重乐乐 季总 我对我未婚妻的照片 更感兴趣 不如卖给我呀 啊 这种合成照片也好意思拿出来 季总 照片是假的 但秘密是真的 他根本就不是賀山月 只不過是個十八姓小演員罷了 十八跟您說吧 他當時世系賀山月的合同還在我這 這樣 我給你十萬把合同拿回來 是你把我介紹給他的 選擇 起動 錢草 原來你是他幕後老闆的 哎哎哎你幹什麼 幹嘛我包酒了你吧 你哪呢 你的威脅 我會幫你解決 我看是你的威脅吧紀城軒 你看這人模狗樣的你居然跟做播那種小人 做生意 做好你分內的事 把所有人騙的團團轉 你很得意是嗎 什麼時候演個戲道德要求的這麼夠了 夏小姐 這一切本就是你分內的事 但你現在這麼僵硬 無非就是想家家嗎 說吧 想要多少 嗯 你自己玩吧 在外婆 時東 如果她不願意配合怎麼辦 訂 center 好 外婆有沒有好好吃飯 夏天你怎麼有空回來了 前幾天不是說你接了個大項目嗎 我 那項目那字方 又自大又碳材好色的 我就把那項目給推了 推的好 這種人呢就是不能跟他一起做項目 嗯 你感覺怎麼樣啊 我想回去 看看我那些陽台上的花 家裡有我呢 我不是您親自帶大的小徒弟嗎 還怕那些花被我養死了呀 電話 您好 是夏天嗎 啊 通知您一下 您位於東魚路十八號的房車 由於沒有絞難支那金 您將正式進入法派程序 喂喂 上面打什麼呀 左伯 你給我出來 這誰呀 這不是 賀大小姐嗎 你抵押的錢不還 支那金不交 你到底要幹什麼 嗯 我現在的情況你都看見了 那錢沒有 要命一條 該咋咋是嗎 你還真是個流氓啊 你騙走我外婆的房子 要賣我勒索我詆毀我 我真是瞎了眼才堪染你這個爛人 老子是爛人 他紀成宣就是好東西是吧 你什麼時候跟他睡過了 誰看啊 誰看我 你跟我在一起這麼久死活的不讓我碰一下 行我今天就想讓他繼承宣傳我的詞 啊 啊 住民放開我啊 羅老師倆 起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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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感谢的话就不用讲了 答应跟你合作 答应跟你合作 因为我帮你消失了渣男吗 反正我也是有条件的 既然是合作关系 就要有正式的合同 反正之前那种不明不白的情况 我不希望再发生 第一 合作期限仅限一个月 到期自动结束 在我拿到家产前 你不能离开 果然被我猜中了 你就是冲着家产去的 既然你都认定了 那这样沟通更高下 那你要是能力有限 多家产失败 我正要嫁给你啊 三个月 行 第二点 我们不可以有过分的身体接触 什么意思 我可不想跟你有什么大尺度系吗 我们之间的尺度取决于你的专业动力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 难免会有一些亲密举动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尺度 你想要什么尺度 有什么样的尺度 有 那种 还有 那种 再有 这种 反正就 你看着来吧 别太假就好 那就结尾吧 第三 希望我们都可以有契约精神 一旦出现邪恶念头越界行为 合约 立刻终止 谁知道你会不会趁机卡有假牺牲座 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 我警告你 我是个患女人 你最好别对我动感情 夏小姐 我劝你不要太过自信 季先生 我也劝你 最好定力十足 既然这样 我先声明一下 如果你眼睛拙力被拆穿 那你一分确定 这次不会再出擦子了吧 当然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和山 得表达 成熏 小姐 约人 看到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你什么时候会来的 我一回国就迫不及待过来找你了 你一点也不想我 月亮姐 我是珊珊 你还记得我吗 走吧爷爷还在等我们的哦 哎呀到齐了 爷爷 这些呀都是我让人亲自从日本空运过来的顶级时代 对你身体特别好 好 现在一家人都齐了 这才是假的感觉啊 哎呦 哎呦我刚发现啊 这三文鱼里边怎么混入一个红嘴鱼啊 进口的跟国产的就是不一样啊 是吧珊珊 夏宴不是月亮姐亲自操办的吗 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 也不知道这些下人是怎么办事的 有人混进去啊 还得亲自让我把他挑出来 你懂的吧珊珊 评认识 评认 我想吃红嘴鱼 这 啊 嗯 奇怪 怎麼一樣好吃呢 原來因為我的胃口夫妻子都餵我吃的 你覺得我沒站不到他了 是他先挑心的您跟問他一樣 爺你看 珊珊還是跟小時候一樣調皮 珊珊 我記得你小時候特別挑食啊 是嗎 當時啊你特別不懂事 因為吃了咱倆還打過架呢你記得嗎 不記得了怎麼會不記得呀 你身上還留了一道疤呢 爺爺這個好吃您嚐嚐 哎好 為了這件事你整整哭了三天 你怎麼會不記得呀 珊珊走就太久了 不記得一身正常 不記得也可以啊 那個疤總在吧 拖下來看看 哎 那沒有胡鬧爺爺啊 他走就那麼久怎麼突然就回來了 你不能因為他長得像 嬸嬸就一點也不懷疑了 爺爺 嬸嬸是我帶回來的 我可以帶他走 省他總是沒有懷疑 趕緊走 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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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月然 月然姐 小時候你就總欺負 現在長大了 你還給我難看 不是爺爺我只是 好了 月然 你去休息吧 這種事情 我不想再有下一次了 沒事 沈沈 今天是爺爺想的不夠周全 我給你跟程璇準備了禮物 你還給我 出馬去 你誰 沈小姐有沒有休息可做一下 牽手一次擁抱兩次麻煩日姐 不是因爲你自己要跟沈月然偷情嗎 那還不是因爲他喜歡你 所以才處處針對我 要不是我公可做的好 我今天就露線了 化解危機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季介紹 你不肯付錢 是為付不起嗎 如果你是想要我為你所有的行為買單 那這種程度只有未婚夫才可以做得到 你少張我可以 趕緊換衣服 你也不肯付錢 你也會肯付錢嗎 好看嗎 爺爺 好看 我們家珊珊就是好看 我這個裙子 自己穿鞋不太方便呀 周杰 还愣着干什么 季先生 怎么样 哥给我穿鞋还满意吗 你是在挑战我的耐心吗 是又怎么样 你不还是得乖乖配合 杉杉 你和你的妈妈真的是太像了 简直就是一个墓子里刻出来 这件婚纱和这套礼服 就是你爸妈结婚时穿 只可惜啊 他们刚生下你不久 就出了意外 爷爷 这不还有我呢吗 以后就我来陪你 爷爷给你留了套房子 过段时间你就搬过来住 离爷爷近一点 我来安排 那谢谢爷爷 傻孩子 能看着你和承轩好好的恩恩爱爱 爷爷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爷爷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善善的 爷爷 我这刚回来 我还不想这么快的嫁人 我想多陪陪你 您看要不把我的婚期往后推迟三个月 怎么样 好啊 都挺善善的 那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吧 反正 我们现在也是在热恋起 不要 季晓鑫 我不同意 承轩 你说你放着这么大房子不住 你还真准备跟那个小麻雀住一起啊 她有名字 她叫贺山月 我才不相信她是真的呢 你忘了 我们才是青梅蜀吗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出国 你还答应一起 你一起什么 一起变老呀 你从小说过的 你去啊 我不记得了 你喝醉了 我没有 你喝醉了 你喝醉了 我现在这么漂亮 你不喜欢我吗 你不想要我吗 嗯 嗯 嗯 月然 我们不一样 我们哪里不一样啊 我是收养你 我陪不上你 承轩你在说什么呀承轩 你有我呀 你有我我们就一样了 链儿想要 我先拿去铁铁董 出去 把门锁上 我们有孩子 在说什么 我们想要你 不想要你 我去那天 不懂 我说了 我们不一样 你不懂 我说了 我不懂 你不懂 你自己的房子住着不乡吗 你干嘛跟我挤 我是你未婚夫 咱俩合约可没血同居这一条 你不喜欢吗 这可是你辛辛苦苦擅自做出 临时决定推迟婚期三个月换回来的 我睡床睡沙发 哎你听见没有 孤男寡女怎么能睡一张床啊 我跟你说话呢 跟我说听不见是吗 季先生 你是不是说 怎么 你是不是 没有女朋友交过你 应该要这女生 季先生 你真的任性跟我这样一个弱小女子交出吗 你 你晚上不会打呼吧 我就把你弄洗 你晚上不会摸油吧 我告诉你你要干嘛 你晚上要乱来我就报警 关了 我就知道他肯定就是假了 小妈却还骗我 对呀 所以说夏天根本不是贺专月 沈小姐你相信我 我信不信你没用啊 你得让贺老爷子相信他是假的才行 要证明夏天的事情 办法多的是 只不过我这么诚心诚意的帮沈小姐你 有什么好处啊 我本来就是九州集团的继承人 你要是帮我除掉这个垫脚石 还怕没好处 好嘞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 保住他原先的一样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西osten 宝珍 宝珐 宝珍 家 宝珍 宝珠 宝珍 宝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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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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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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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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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